安省各地市政仍在秋季舉行市選 其中多倫多至少有5名市議員 誤會尋求連任何家碧的報道 安省進步保守黨2018年上台執政之後 隨即立法將多倫多市議會席位由44個 大幅削減至25個 今年10月舉行的市政選舉 多倫多市議會至少有5個現任市議員 不再尋求連任 當中包括成功進新省級政壇的 兒圖逼谷選區前市議員米高福特 以及多倫多中選區的前市議員王惠文 另外3個宣布不尋求連任的 包括第9區市議員Anna Bello 第10區市議員Joe Crassie 以及第23區市議員Joe Fillian 分析指 這樣將會為市議會帶來新血 是市議會引入新想法的絕佳時機 因此鼓勵任何政壇新秀 認真考慮競選公職 雖然面對數萬元的競選經費挑戰 不過也有反對的聲音認為 市議會的新面孔需要時間熟悉適應 退出的資深政客的經驗就會被浪費